斯洛美國國家安全局秘密的前美國情報部門合同工斯洛登說 他希望返回美國 在星期三首次接受美國電視台採訪時 斯洛登對全國廣播公司電視新聞主播威廉斯說 他自認是愛國者 但在能夠返回美國之前 他計劃呼籲俄羅斯延長對自己的庇護 奧巴馬政府指控斯洛登本國 斯洛國安局監視項目 危及有關人員的生命 而斯洛登就為自己進行了辯護 當被問到是否願意為返回美國 而尋求達成一項協議的時候 斯洛登說 首先希望確保改革一些監視的項目 並且希望家庭和國家 能夠因為他的行動而得到幫助